一觉醒来看到一个观众给我发了一个中国国家移民局的一个文件 是关于这个取消对非劳务项目的审批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每个人的解读可能不太一样 有些人认为取消了这么一个审核是开放了移民中介这个市场 其实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想法带入到这些政策中去理解它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从大的趋势上来看 中国人是不是能够更多的融入国际社会 能够出国旅游 能够出国读书 能够学一些先进的科技知识 学一些民主的理念 能够回到中国 在带动中国的进步 有关于这一点 我相信是没有争议的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 就不要过分的幻想 政府会给你这么一个机会 每当政府出台一个政策 出台一个通知 都会有一些专家出来解读 尽可能满足人们的美好的这种愿望 但是这种解读呢 往往被事实打理 原因很简单 这个政府它要往哪里走 其实我们是能看得清的 既然你心中已经看得清了 为什么还要相信这一类的解读呢 这涉及到人心底的一种幻想 对美好的向往 希望中共能够有一天 能够觉悟起来 能够与社会潮流 与国际社会的主流 相配合 踏踏实实地旅行 他们上台之前的承诺 把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更加富强 让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作为一个中国人 有这种想法 希望自己的政府 能够为老百姓着想 能够履行他们的初心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用一味地去埋怨他们 每个人即便面临生活 很大的压力 在心底 都是会有一些盼望 我们看到最近出台了很多政策 有一些呢 恰恰与 木下的这个主流 是不太相符的 你比如说前段时间 刚开始有贸易战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 中国政府 会进行退缩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 不是中国政府不进行退缩 而是中国政府不可能 按照美国的要求 开放市场 是他们开放的不够吗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 只是他们在关键的地方 涉及到政权安危的时候 他们放弃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 选择了党派的利益 我们知道这个政监会的刘世宇 他提出 所有的上市公司 只要党建工作做得好的 公司的业绩 都会上去 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了 由各级党政机关 向做得比较好的民间企业 送干部 让民间企业都建立党支部 都建立党委 那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甚至习近平前两天 在加强这个深改 军民融合 这个改革会议上 曾经提出 要加强党中央的统一调培 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要在军工行业内 率先实行军民融合 那么刘鹤呢 作为一个副总理 曾经提出一套改革方案 我们现在在百度文库里面 其实已经查不到它了 那么他曾经提出来 许多政治改革 配套经济改革的方案 现在我们看到 实行的过程中 恰恰是国进民退 那么转过头来 习近平又在所谓的 南下的讲话中 提出来 要让民企蓬勃的发展 充分地肯定了 民企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那么 左一句右一句的 令人无所适从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混改它已经开始了 从2013年提出 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别说国企在混改 连万达这样的民企 都被他混改了 这还不算国进民退 这还不算 压制民企吗 他现在写这封信 发表这些讲话 有用吗 我们看到了 股市呢 是有过一些反响的 可惜 这个反响不够大 仅仅两天 这两天 到底是有多少机构在做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散户们 是没有跟的 极有可能 他们也没有资金 再去跟了 未来我们将看到 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政治 甚至军事 舆论宣传 工农业 都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整个国际社会的主流 是非常希望 中国人能够活得像个人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 摊上了这么一个政府 你信他也好 不信他也好 他现在掌握着 中国的国家政权 他经常性地出台一些 政治 通过法令 逐步地体现 他的意识 其实我们很多人 并不清楚 中共提出来的 每一项政策 背后都是有争议的 我们经常看到 中共党内 有一些意义 这只能体现出什么呢 中共内部 它始终有两条路线的斗争 从2004年 中国外向型经济 对外贸的依赖度 达到70%开始 中共内部 就一直有两种声音 一部分 一部分是以邓家为代表的 坚定撤离派 他们总觉得 我们该捞的 我们就捞一些 捞够了以后 就撤离中国 无论今后 中国发生成什么样 他们在历史上 对推动中国的进步 是有贡献的 他们曾经提出 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 利用给地方政府 参与分润 这么一个方式 软化了各个山头 对中央 骤然实行改革开放 否定了 社会主义道路的 这么一个抵触情绪 让大家都参与 进来分钱 按江泽民的话说 叫什么呢 闷声发大财 那么发了大财了 其实他们也知道 想留住这笔财富 那么就必须要改变 国家的体制 这一点在前苏联 变革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能看得到 在经济上 获得了成功的这些人 他们是希望改革体制 所以苏联解体了 另外一批人是什么呢 一 政治上他们还有幻觉 他们觉得中国 完全可以走出一条 不同于任何国家的道路 第二 他们参与分润的时间比较晚 他们没搞到什么钱 不仅没搞到钱 而且他们上台了以后 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他们还追究了 前期的一些贪腐家族 抓住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角色 逼着他们吐出一些瘾子 吐到哪儿去了呢 据说是上交国库了 我们知道事后被证明的 很多上交国库的福财 包括一些文玩字画 都被鉴定为赢品 真的是这些官员 贪污受惠的时候 没有鉴赏能力吗 他们当年在位 即便自己没有眼光 他们还是有一些幕僚的 所以我相信 所谓的打老虎 收刮的这些福财 都被现任的官员分任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把戏 无非是这两股力量 在纠缠 在争斗 在互相捉老鼠 捉这些苍蝇 他们排斥一些政治上 站队错误的官员 不仅开除了他们 继续分任的权利 而且 分拆他们的企业 甚至他们的收藏 金箔 驴子 在中国这种现象 已经发生了很久了 那么现在大家 没有明显地认识到 中共内部的游戏斗争 它不会改变中国 中国如果要改变 一定要结束这个体制 他们在玩的游戏 老百姓是插不上手的 我们只能看看乐子 不能带来 真实的回报 而且闭关锁国流程 一旦开始 下面就会慢慢地收紧 元旦是一个节点 春节 基本上就是一个终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